你好 这里是张明视野 中共二号头目李强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中共的这个 最近的这个总理候选人李强呢 让很多人吃惊 因为他来历不明 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突然就成了上海市委书记 然后呢 就成了中共的第二号人物 现在呢 即将呢 在明年三月份呢 成为总理 因为这是中共的惯例 然而李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其实呢 就从一件小事 就能判断出来 他的这个品质是多么的低下 比如说呢 就是这个24号 10月24号 他本来呢 这个 这个二十大开完了以后呢 他应该回到上海的 但是呢 他这么心血来潮 一时兴起 他想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去看看 这个呢 表面上是一个局 但实际上是一个部级单位 这个单位呢 主要就是做一些 国务院内部的人事管理 就是机关的事务 比如说办公场所呀 各种各样的 相当于这个国务院的一个后勤部 这个 当时呢 他去的时候呢 那个副局长赵建国呢 带着一帮人欢迎他 并且呢 首先在这个门口里面热情的 满脸笑容的说 欢迎李书记来指导工作 结果李强呢 不是好歹 对于这样的欢迎应该说 你们辛苦了 我来看看 了解一下情况 准备这个言外之意 就是准备明年要来接班 但是呢 他居然 马上就把脸拉起来 然后就是很不客气说 请叫我李总理 而且呢 这个杀气腾腾的 这个就是让大家都吃了一惊 因为国务院的官员呢 像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呢 都经常见到总理呀 副总理呀 甚至政治局的这个常委委员 都见得多了 没见到这么一个 就像上海的小别伞一样 所以呢 大家都很吃惊 这还不算 结果第二天呢 这个赵建国就被免职了 真是让人这个感到 非常非常的这个吃惊 赵建国民贬值呢 因为呢 国务院的管理呢 他又要服从这个党中央的管理 估计李强呢 就是汇报 这个习近平 或者说只是这个中共的这个 就是组织部 说这个你看 那个家伙对我不近 居然喊我这个书记 意思好像我还是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 等等 然后呢 主管这个中组织部部长的名叫陈希 这个家伙呢 还是我的清华校友 据说呢 也是一个哈巴狗 是属于习近平的这个亲信人物之一 他之前呢 还担任过 清华的好像是校长 还是党委书记 我记不清楚了 他跟这个陈基宁 陈基宁也担任过清华的这个校长 现在呢 去到上海去当书记了 就是习近平呢 最近呢 还是提拔了这个清华帮 因为清华帮呢 以前呢 很少有能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 或者呢 是这个担任这个中组部长 这样的要职的 所以网友呢 就评价说 你看这个鱼找鱼 虾找虾 乌龟找王八 习近平找来找去的一帮人 都是一伙呢 跟他一样的乌龟王八蛋 都是一模一样的北方小流氓 或者上海小别塞 或者天津小混混 反正呢 诸如此类的获胜呢 是习近平最为欣赏的 所以说呢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清楚 这个所谓的中共二十大的中央委员 基本上都是这种低级流氓 也就是小混混 小别塞 小无赖 小混混 李强呢 尚未担任总理 下级官员理所应当称呼他李书记 这也符合官场的惯例 而且呢 这样称呼呢 实际上有一种亲切感 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蒋介石 倒是当年曾经为我独征 但是呢 他走到哪里面呢 他的下级 他最喜欢听的是喊他校长 而不是喊他委员长啊 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 因为校长呢 这个听起来呢 更加亲切 更加呢 就是说呢 能够拉近彼此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呢 李强这个货色呢 实际上是太低级了 现在呢 既然这个中共呢 把这样的这个哈巴狗 都给弄到这个中共中央 那中国真是麻烦了 而且呢 那个副局长赵建国呢 老好还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啊 居然就是一句话就被免职了 估计李强这个孙子呢 明年入住国务院以后呢 肯定会掀起兴奋学义 会把一大批稍微还有一点头脑 有点人性的官员 部级干部什么之类的 部局级干部或者什么呢 给大批的给撵走 然后换上跟他一模一样的哈巴狗 然后呢 中共呢 就会成为一列疯狂的列车 彻底失去刹车系统 也就是说呢 横踪直撞 而且呢 最终呢 是只能是一路狂奔 死向黑暗的深渊 或者呢 掉进这个无边的地狱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人民也没办法 也会跟着中共一起跌落深渊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人不过问政治 不关心政治的 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此外呢 就是媒体议论纷纷的 普京最近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他突然允许各国公民远签证 免签证入境俄罗斯 这个消息呢 是中国的参考消息网 转述了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报道 说是普京呢 亲自签署了一个命令 允许各国公民呢 这个免签证入境 不管他们的国家 对俄罗斯公民采取何种签证认证 因为现在大部分国家 实际上都不允许 俄罗斯的公民免签证进入 一般都需要事先签证 克里姆林工的呢 这个10月30日的发布的命令说呢 要指示俄罗斯政府在 明年6月底 也就2023年6月底之前呢 制定 就是一个程序 让全世界所有的公民 国家的公民都能够 免签证的进入俄罗斯 从而方便大家呢 对俄罗斯 在俄罗斯旅游 商务旅行 或者进行教育 体育和文化活动 等等 即便是对方呢 就是说不提供 互惠的签证 这个呢 就是普京的这个 这个举措呢 主要是因为西方的制裁 俄罗斯现在在国际社会呢 可以说是空前的 这个孤立 所以普京的命令呢 主要是为了摆脱孤立状态 但是这个世界上 其实呢 到底能有多少人 愿意去免签证去俄罗斯 却是一个大问题 首先呢 这个国际社会 与俄罗斯的这个经济联系 正在迅速减少 所以不会有多少人 需要去俄罗斯 进行什么商务旅行 商务考察 至于俄罗斯的教育啊 文化呀 体育啊 都非常落后 不会吸引什么人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 愿意去学俄语 到俄罗斯去读大学呢 没有 俄罗斯也没有什么 像样的体育项目 俄罗斯的文化呢 更是欧洲的招博文化 而且呢 俄罗斯呢 虽然这个国土辽阔呢 但是大部分地方 杳无人烟 交通呢 又异常落后 整个国家都没有 像样的高速公路 这个就是空运也相当落后 所以旅游业呢 一向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人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 不是看你原始的 这个什么西巴里亚丛林 那个地方 人们是看主要有文化价值的 这个景点 而俄罗斯基本上 没有这样的景点 或者很少 所以估计将来愿意去俄罗斯旅游的 或者去旅行的 恐怕都是阿拉伯人 或者非洲黑人 因为他们可能呢 对俄罗斯的少女感兴趣 以前俄罗斯呢 就是刚那个 刚独立的时候 也就从苏联刚解体的时候 那时候呢 俄罗斯曾经吸引过不少嫖客 而现在呢 俄罗斯国内呢 大量的青年男子 被普京抓到前线去当炮灰 就是工作机会呢 越来越少 所以对于那些年轻的俄罗斯少女来说呢 他们的生活会更加困窘 走投无路 最终呢 也只能去脉存 此外呢 就是人们常常谈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GDP 是否能够超越美国 过去呢 有很多经济学家呢 都曾经乐观的预测说 中国的GDP呢 将在五年十年 十五年 或者最迟二十年后呢 就能够超越美国 我的回答是 中国的GDP 几乎永远不能超过美国 有人也许说 你这样说太绝对了 下面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呢 中国经济呢 它本质上 它是一种农民工经济 也就是说呢 中国经济的主力呢 都是进城打工的 干装配活的 干一些的 从事低端劳动的农民工 虽然说 中国的人口呢 现在呢 相当于这个美国人口的 大概是五倍不到 就是四倍多一点 但是呢 农民工 它的数字低下 要知道这个 国民生产总值 或者GDP 它是高级劳动力创造的 并不是低级劳动力创造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 有一点 国际上有一个规律 经济规律 叫做R8规律 也就是说呢 百分之八十的这个 产值价值 或者GDP 社会价值 是百分之二十的人创造的 所以说呢 美国呢 就相当于 它这个是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人 就是说呢 它都是 基本上都是精英 而中国呢 都是一帮的农民工 中国当然 也有少量的科学家 但是呢 它不具有代表性 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呢 还都不能够 像美国的正常人那样去工作 它只能呢 就是说呢 做牛做马 在加工厂里 拼命干活 或者呢 在中国的国营企业里面 受尽苦难 受尽折磨 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应该这样说呢 它这个 就是说 人均的产值是非常低的 还有呢 中国的经济 现在多半也都是掺水的 它的实际经济规模呢 按照我的估计呢 只有它公布的 数字的一半左右 这也就是相当于 它的经济水平呢 跟日本都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呢 中国经济呢 而且未来 它是不是就能够超过美国呢 它也不可能超过美国 因为 美国呢 人口呢 首先在增加 现在美国呢 就是有 一千多万个工作岗位 没有人做 这个呢 是全世界最好的 中国的 中国人是找不到工作 中国现在是 几亿农民工啊 都找不到工作 所以说呢 未来美国呢 只要稍微 开放一点口子 比如说 允许欧洲人啊 允许这个 南美洲人啊 或者允许印度人啊 或者允许 其他他们喜欢的 菲律宾人啊 等等 到美国来打工的话 那美国的人口 就能够迅速的暴战 就是未来呢 增加到四亿 乃至五亿 是很正常的 而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呢 现在正在脱钩 这个脱钩的过程 已经是不可逆转的 就是说呢 美国人呢 帮助中国经济发展 几十年之后 帮助中国改革开放 四十年之后 终于认清楚了 中国呢 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中共呢 借这个机会呢 就按照邓小平 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的 三任的政策呢 都是在讨光养晦 也就是说呢 闷声发大财 然后发了财干什么呢 就要称霸世界 就要制造这个新冠病毒 并且向全世界输出 这多危险啊 现在呢 可以这么说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 这套把戏 已经非常清楚了 尤其美国 他不会再允许中国 像过去几十年那样 讨光养晦 闷声发大财了 所以说呢 他对芯片的制裁 对中国芯片的制裁呢 就表明了 美国这个态度 已经很决然了 不会再允许 中国经济进一步过长 因为中国 你想想 中国经济 它是一帮农民工经济 凡是对中国经济了解的 在任何一个城市 你不管是在上海 在广州 在北京 或者在一个中小城市 你都知道 农民工是可有可无的 农民工随时可以 让他回家 这个城市大不了 就是高薪雇佣一些人 来干农民工干的活 仅此而已 就是说呢 这也存在着一个什么 这个倾向呢 就是假如中国人的收入 想要进一步增加 比如说 中国的农民工的工资 想要进一步增高 那么钱从何来呢 那肯定他的这个商品价格 就要提高了 商品价格 中国的这个商品的价格呢 本来跟世界跟印度 跟菲律宾 土耳其 墨西哥的这个价格呢 就差那么百分之几 都不到百分之十 你说你的工资提高了 你的国家的GDP提高了 那么你还有竞争力吗 你就没有竞争力了 那就是说呢 印度的产品 菲律宾的产品 土耳其 或者墨西哥 或者甚至印度 尼西亚 孟加拉国的这个工业产品 就是制造业 那就会立即就迎头赶上来了 你甚至都能把你中国工人 挤得没有饭吃 所以说呢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他就像那些城市里面的 那些的招工方样 公司样 他想招你中国农民工 给他干活也行 他想招一帮印度人 给他干活也可以 他想招墨西哥人干活 那就更轻松 更愉快 他想招这个印度尼西亚 那都几亿人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那工人都多得要死啊 都是在等着加工活干的 所以说呢 美国可以把这个 就是说呢 加工活动 包到这些国家去 所以中国的经济呢 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在上升的空间 就相当于呢 作为农民工群体来说呢 你的劳动只值那么多钱 你这个国家也只能那么 挣那么高的GDP 所以说呢 你不可能超过雇佣法 说就是说你这个农民工呢 你不可能说 哎呀我到城里来 到建筑工地去打工 然后我跟这些老板们相提并论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老板挣的钱 比你农民工要多一百倍 所以说呢 中国的GDP呢 可以这么说呢 不可能 至少在未来 五十年内 一百年内 都不可能超过美国 这不幸呢 大家走着瞧 而且呢 现在习近平呢 已经要把中国带入灾难 带入文化大革命 经济要跟西方社会脱钩 要跟国际社会脱钩 这也是他必须要走的路了 因为呢 他自从对人类展开病毒战以后 他研究了这个新冠病毒 并且把它弄出来之后呢 可以这么说 已经深深地得罪了人类 得罪了全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 只不过来不及跟他算账 因为这个疫情 还没有完全过去 这个普京那边 又发动了这个乌克兰战争 所以说呢 实际上西方在等待 这个乌克兰战争 告一段落的时候 然后回头再跟中国算账 而且呢 中国呢 沿着习近平 这个引导的这个道路呢 习近平就相当于 明朝末年的那个崇祯帝啊 崇祯帝呢 他是呢 一个孝子贤孙 他一生的理想呢 就是把这个 大明帝国发扬广大 他认识不到自己的符求没落 他坚持呢 要征服这个满洲人 所以说呢 他制定了熊熊勃勃的计划 并且找原充换帮他建立了 银银城 而且呢 把举国的这个财力呢 都用来去跟满洲人作战 最终呢 一场又一场的失败 最终呢 导致中国呢 陷入这个内战 而且呢 因为他这个财政上 他把钱花在那边 肯定 那个中国国内的那些农民 李志成啊 张献中啊 就接干而起了 就吃不上饭了 那鸡民遍地 他们不抢劫不行啊 所以呢 他们就形成武装 所以说呢 这都是一连串连在一块的 如果明朝末年的皇帝们 思想一点 跟满洲人签顶一个协议 不去消灭他们 承认他们 给他们定好条约 他们不会打到中国来 因为他们以前建立过大金国 他们知道统治中国不是好事情 最终导致自己要倒霉的 所以说呢 崇祯呢 恰恰相反 他决心呢 就是说呢 把这个自己的意志呢 强加到满洲人头上 最终呢 激起了这个满洲人的这个反抗 然后呢 最终呢 中国人成为满洲人的农历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中国人的人口呢 差不多呢 从这个 就是说呢 差不多从两亿 有人说呢 至少有八千万 最后反正中国人只剩下 大概一千四百万 也就是说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 都死于非命 剩下的中国人呢 最后在 未来的这个 差不多 两百六十七年里 一直老老实实的跪在 满洲人的这个脚下 做农历 所以说呢 中国的这个历史呢 他就像是黑格尔 德国这些家讲的 中国原则上是没有历史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一会改革开放 一会分闭 就像一个监狱一会对外做生意 一会关上监狱大门 然后呢 他周期性的崩溃 他一崩溃呢 中国人就开始互相残杀 东边的邻居跟西边的邻居也拿菜刀互相砍 这边的庄子跟那边的庄子也拿搓头互相拼 全中国呢就成了一个剧烈的这个战场 而且呢这样的事情呢 在中国已经恶性循环了 经历了差不多有20回 平均每一回呢都要造成一半左右的人口被消灭 而这一回呢可以这么说 是自从太平天国以后呢最惨烈的一回 可能要超过太平天国 因为太平天国造成了 仅仅造成了40%的中国人 死与非命 这一次呢 毫不客气的讲 可能要造成三分之二的中国人 死与非命